各位好,我们来看范利5 缺间测速的题目 这是现在比较普遍使用的测速指法一方 这些喜欢飙车的驾驶人 他只有在测速照相的附近他才减速 这样比较没有达到二组的效果 那区间测速则是通过A点和B点至少要花多少的时间 这样才算是没有超速 因为花的时间太短的话 那一定就是他开得很快 他才会花的时间才会很短 所以这个区间测速呢 他就是用经过某两点的路径场去除上他的行驶时间 然后看看说他算出来的这个数值呢 是不是有超过他的时速速限 那第一小题呢 区间测速所测量的是哪一个物理量呢 那是用路径场去除上时间 那所以就是速率 所以就是速率 所以第一小题就是珠 那第二小题呢 在征测点A 也就是开始计时的这点到征测点B之间 如果他的速限值是时速70公里 那甲车从甲到乙 其实就是A到B 它这里应该指的是A到B 它并不是甲到乙 A到B 共行驶5分钟 那如果说从A到B点速率 它的速率时间关系图是这一张图 那请问它是否超速 那其实很简单 那就是把这个VT图的面积算出来就可以了 那VT图的面积呢就是位移 不过今天它其实是路径场 那关于为什么VT图的面积是位移 可能要请各位去看另外的影片 好那所以呢我们来算一下这个上面的T型面积 和底下这个长方型面积 加起来就是它总共的路径场 所以我们先算一下这个绿色的这一块 然后再加上底下的这块 好那我们可以这样算哦 上面那一块呢 就会是把它叫做一号好了 下面这块叫做二号 那一号的面积 就可以写为 上底是一 下底是三 都是单位都是分钟 都是分钟 然后乘以高 高是时速几公里 80-50-30 上底加下底乘以高 然后除以二 歪掉 那它的单位会是 十分钟 然后乘上时速几公里 这样子 那这里算起来就会是 60 60 然后单位是这样 这个单位为什么不要换算呢 待会会有用途 那再来第二个 也就是底下这块长方形的面积 会是 5分钟乘上50 时速50公里 也就是 也就是250 那一样我们的 单位给它照抄 那接下来就是 把 这两个加起来 就是它总路径长 那 且快一点的话 我们想要算 平均速率 就是用 总路径长 去处理 经过时间5分钟 所以就是 60 再加250 那单位写在旁边 再去处理5分钟 那这时候就出现 单位可以消除的情况 这就是为什么 刚刚不要马上 把分钟换成小时 或把小时换成分钟的原因 因为在这边 我们就可以把 分钟消掉 所以这样算起来 结果就是 310除以5 也就是62 所以算起来 它的 走这个A到B A到B 花的 时间5分钟 然后它的 总共的 路径长是 是 这个 60加250 那单位是这样 它花5分钟 所以把路径长加起来 再除以5分钟 就得到它的速率 62 时速62 那 时速62 有没有超过70呢 并没有 所以它有没有超速呢 没有超速 这个就是 这个就是 利用这个例子 来稍微认识一下 现在常见的 区间测速的原理 它其实就是用 用 算平均 应该说 给定一个速限 然后 给定路径长 然后去从 车子 它跑的时间 经过A点B点的时间 和这个路径长 去反推 它的时速 它的时速 因为 我们不希望说 车子它只有在 照相机的附近才减速 我们希望说 它整个过程都不要超速嘛 所以 区间测速它就会是一个 比传统测速照相 要好的一种 测速执法方式 好 谢谢